娱乐转圈圈 其实嘛,没有那么伤心 她的伤心,不是失恋的感觉 她是感觉,突然失去了一样东西 一个小女孩突然间,失去了心爱的玩具 一个从小陪她一起玩,一起练剑 满足小孩子心里的,一个玩伴 并没有男女之间爱上,李亚鹏 可惜我总是觉得,林胡冲始终没有,真正爱上莹莹 她爱得想的,最终只有她的小师妹 她对莹莹的感情敬意,多过爱意 甚至畏惧,多过怜惜 金庸没办法,只能把月灵山写死了 好断了林胡冲和盈盈之间的这根刺 月灵山,是一个好女孩 她的爱,虽然凄苦 但她自己,始终无怨无悔 她的错误,只在她太纯真 再和朋友说起,林胡冲爱月灵山 都为她不值,为金庸这样的,安排不平 我却不然,月灵山不爱林胡冲故,是她的损失 但林胡冲的这份感情,却是真挚动人的 大丈夫当爱就爱,爱了就不后悔 林胡冲从来不欺骗,自己这种深情 尽管明知,已是无所得 却仍然一直敬重,呵护月灵山 真正深爱一个人的喜悦,是任何事物,也代替不了的 是任何痛苦,也改变不了的 林胡冲好汉子,真情种 霍建华,东方不败,就是在某刹那触动过,林胡冲心弦的人 但他们俩,永远不会在一起 就像人生中,也肯定有一个人,在某个瞬间触动过你 林胡冲心中最爱的,永远是小师妹月灵山 虽然小师妹,跟林平吃在一起了,但对林胡冲来说 她永远是个,最难忘的女人 每个人的初恋,都刻骨铭心 虽然一般,很难走到婚姻 但在你心里,她永远都有个很重要的位置 而任盈盈,是跟她相守一生的人,跟小师妹比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爱 吕宋贤的林胡冲,和另外两位的权势,有所不同 可爱更多一些,不愧是未演林胡冲 而专门跳槽道,TVB的男人 任谁看了她的演绎,都会觉得林胡冲,从书中复活了 她的理解,就是金庸本人的意图 大赢若冲,其用无穷 冲赢在一起不只是,男女之爱 而是金庸所推崇的一种,道德理想和人生境界 总有人认为,男人心里确实还是爱月灵山的 觉得白月光,是永远的神 而所谓的刺,在小师妹死之前,就已经化解了 很多人在讨论白月光的时候,都完全没看过,原著这一段 小师妹死了,林胡冲很难过 但她知道盈盈,会心如界地地,陪她帮小师妹复仇 但如果盈盈死了,她根本不想活 其实看小说的时候,没有感觉什么最爱谁不爱谁的 林胡冲和小师妹,是很纯洁的少年之恋 林胡冲,像个男孩子一样 而对任盈盈,更像是一个成熟男人,去爱一个女人的感觉 这不能说轻松,只能说人生不同,阶段不同境遇,不同心境的爱 人总要长大的嘛 其实答案是什么,并不太重要 毕竟这么多年大家争来争去,也没争出个结果 重要的是演员,还是要有自己的思考 这才是,真正的好演员 这篇报告完了,顺手点个赞 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谢谢